那又要开始我们的本周推荐的栏目了 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对人身赢家的评判标准 我们大概知道 有车有房有对象 但是最近网络上 对于人身赢家的定义 又加了一条 那就是年纪轻轻得有猫 我们知道现在大家的工作压力 其实都很大 却又无处排解 一些家里有矿的年轻人就买了猫咪 早早的实现了猫咪自由 成了猫奴 据统计 我国大概有4000万只宠物猫 未来三年可能会增长40% 这就相当于大概每10个年轻人当中 就有两个人在养猫 虽然每一位养猫的朋友 都心甘情愿被猫统治 但大家都知道 其实要养好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猫咪三更半夜会跑酷 冷不丁的就要抓脸挠人 理不理人的全看心情 猫主人热脸天冷屁股 更是家常便饭 所以下周一样 我们要给大家解读一本有关猫的书籍 名字叫做猫咪学问大 这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多利斯莱辛老奶奶最推崇的玉猫术 他还被欲为养猫新手和爱猫人士不容错过的 top one 猫学百科 这本书的作者叫戴斯蒙德莫里斯 大名鼎鼎的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 也是世界权威的动物学家 还做过伦敦动物园的园长 所以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国际的动物学的学者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一名畅销书作家 我们可能心码讲述的有些听众 应该可能还读过他的两本很有名的代表作 一本叫做裸园 一本叫做人类动物园 在猫咪学问大的这本书当中 诺里斯以一问一答通俗一懂的方式 解答了八十个 任你百思不得其解的猫咪问题 比如说 喵心人士如何发出呼噜声的 他们为何会吃草 为什么要去抓椅子 为什么喜欢读来读往 不爱交集 我们作者以科研人员的思考习惯 把这些常见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并且提供了各种的解说 一本正经的推理 让你更懂你的猫咪 所以如果你爱猫的话 而且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猫奴的话 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去听一听 下周解读的这本猫咪学问大 那如果你喜欢看美国的政治局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喜马讲述的听众朋友 比方说很喜欢看纸牌屋 白宫群英 或者非常关心我们的国际时政新闻 那你肯定会对一个场景是非常熟悉的 就是来自美国各州的议员 在开会的时候要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 而到了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候选人 更是轮番奔场 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可是你知道吗 在两百多年前美国的议员开会 总统选举都不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议员开会可以就一个议题反复表决 一开始举手同意的 可能过一会儿就不同意了 总统大选奉行好人政治 也就是选民们按照候选人的好人程度 依次选出总统和副总统 那么美国的政治选举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情况呢 下周二我们就会给大家解读一本书 名字叫做《如彗星划过夜空》 这本书的作者可能我们很多的读者朋友都知道 叫琳达 就是一对美籍华人夫妇合用的笔名 琳达最有影响力的一套作品 就是近距离看美国 这套随笔记专门谈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 分别是历史深处的忧虑 总统是靠不住的 我也有一个梦想 这三本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 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叫《如彗星划过夜空》 也是这套随笔记的最后一本 那么在这本书里 琳达详细描述了1787年美国费城制线会议的全过程 正是这场会议奠定了美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基础 而这场会议的重要成果 也被美国人称作为是伟大的妥协 两百多年以来都为人津津乐道 所以相信你读完这本书的解读之后 你也会对美国的政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下周三我们要推荐一本科普读物 名字叫做《冥王星成福记》 2006年8月的时候 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年会上 经过参会委员的投票决定 《冥王星》正是从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当中被出名 这个新闻一出 舆论是一片哗蓝 对很多人来说 这意味着从小就被赎了的太阳系九大行星 一下子少了一个变成八大 美国一些国家甚至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 举行抗议 那么《冥王星》是怎么成为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之一的呢 又为什么会被开除出太阳系的行星家族呢 那我们下周三要解答的这本书叫《冥王星成福记》 就是一本关于《冥王星》的传记 它将会为你讲述《冥王星》降级背后的故事 展现你不知道的《冥王星》的故事 以及那些千奇百怪的太阳系天体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尼尔·德格拉斯·泰森 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 也是美国自然博物馆的海登天文馆的馆长 所以是一位非常资深权威的天文学家 那作为这名学者呢 泰森一直在关注和参与《冥王星》的研究 也是最早主张将《冥王星》降级的天文学家之一 那么这部《冥王星成福记》 就是他历经七年写出来的作品 那下周四我们会为你解读的书 名字叫做《孩子学钢琴 父母先上课》 我们很多的家长在小孩很小的时候 都很愿意送孩子去学钢琴 我们幻想这样一个场景 孩子坐在钢琴面前弹奏出了美妙的音乐 家长就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但是据我的了解和观察 坦白说现实是残酷的 真实的情况都是孩子非常不情愿地坐在琴凳上 是一边弹琴一边流泪 能够坚持学琴的孩子其实是不多的 更不要说能够成为像朗朗李云迪那样的钢琴演奏家 那么很多父母就要问了 孩子学钢琴怎么这么难呢 学钢琴到底要靠天赋还是靠后天努力呢 那在孩子学琴的不同阶段 家长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怎么能够帮助到自己的小孩呢 下周四我们要给大家解读的这本书 就叫做《孩子学钢琴 父母先上课》 谈的就是孩子在学钢琴的过程当中 父母可以做些什么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叫毛维慧 是中国著名的华人钢琴家 他的爷爷很有名了 就是中国著名的桥梁专家毛雨生 那么毛维慧呢 投身于钢琴教育事业多年 而且搜集和整理了 在学习钢琴的不同阶段 中国的琴同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写出了这一本《孩子学钢琴 父母先上课》 给孩子和孩子的家长 共同学习钢琴当中的具体辅导 下周五呢 我们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一本人物自传 书名叫做《我的一个世纪》 那么来过上海的朋友啊 可能都知道在上海的市中心 有一座花园式的饭店 非常有名叫做景江饭店 这个饭店呢 不仅仅是一座饭店而已 他还见证了很多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 比方说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 就是在这里发表的 他也接待过许多著名人物啊 仅国家元首和政府的时候呢 就五百多位先后来到过景江饭店 那么下周五我们要给你讲的这本书 就是关于景江饭店创始董竹军的自传 董竹军的一生呢 是非常传奇的 他出生于1900年 是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 可想而知家里是非常穷苦的 小时候呢 也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 后来结识了革命党人 成为了都军夫人 因为不堪忍受当时封建大家庭和夫权的统治 董竹军29岁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的丈夫 带着四个女儿赤手空拳回上海打拼 历经艰辛创办了上海的景江饭店 明早一时 这本自传就是董竹军78岁时候开始写的 那他1997年去世前不久 这本书正式出版 董竹军的一生经历了晚清 北洋军阀 八年抗战 解放战争等等 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不同阶段 可以说董竹军的一生 也是中国近现代史 风云变换的一个缩影 所以下周五 我们就要为大家来讲述 这个20世纪最励志的中国女人的一生 下周六呢 我们要为大家解读一本投资的必读经典书籍 书名就叫查理芒格传 说到查理芒格 你也许对他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他有一个老伙计 大家都知道 就是古神巴菲特 查理芒格和巴菲特是黄金搭档 他也是巴菲特的幕后智囊和最后的秘密武器 在外界的知名度没有巴菲特高 但是他的智慧和价值 以及做出的贡献 其实是非常深远的影响 查理芒格到底有多厉害啊 在过去的40多年里 他和巴菲特两个人联手打造的 伯克希尔哈萨韦投资公司 总价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美金 拥有并运营的超过65家企业 是至今为止全世界股价最高的公司之一 起码讲述之前也解读过他的书籍 穷查理宝底 就是查理芒格写的有关投资理财的作品 下周六呢 我们要解读的这本查理芒格传 重点不再写投资理念 而是描述大师对人生和学习的感悟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财经记者 和畅销书作家珍妮特洛尔 之前的著作包括畅销书 本杰明格莱姆谈价值投资 沃伦巴菲特卢士说等等 那么这本书就是通过对查理芒格本人 还有他的家人以及他的朋友 长达三年的近距离了解和访谈 重现了查理芒格从律师成长为 具有深刻洞见的投资家的人生经历 展现了投资大师在决策背后的深刻思考轨迹 和始终坚守不移的优秀品质 能够持续的给到我们你想听的好书的名单 说不定下次我们就会 然后来加入我们的喜马讲书的社群 和我们更多的朋友一起来交流书 交流各自喜欢的作家作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